大众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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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止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各位线上的同学大家晚安 好 那我们今天进行那个 第八章 第四节 就是因缘果报 我们这一节谈的是实如是 就是世尊在法华经里面说 唯有佛与佛能了诸法事相 那这个诸法的究竟 是展开来讲 就是这十个方面 需要实如是 如是性 如是相 如是体力 体力用 体作力 还有因缘果报 本末究竟 那本末究竟当然就是一切空 那一切空跟世俗地 像我们说性相 体作力 因缘果报 这都是属于世俗地 那么我们后面还会在谈二地 那么究竟这些相都是在谈诸法的存有 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那这边就会 因缘法师就是跟我们的这一张谈的就是世俗地 但是世俗地我们讲的这个性相 就从四个方面讲 有的时候性跟相可以是一回事 那他们之间有差异 那么在这个如幻的事件 我们什么时候说这个性相是差异的 那应缘法师跟我们分成这个四大 就是四个 我这样讲就是四个语境 四种语境去谈性跟相的差异 那我们这个语用的规则 都是我们在讨论事物的存有 有一些限制在某一些的情境之下 比如说远近就是通别 这个都是我们考察事物的方式 这种方式推求到究竟并无其实 对不对 它不是一个客观自然界自己有的类别 有的只是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 那中观对这个事物看待的方式 跟这个直长直段的这种我们说这个边界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性跟相差异我们从远近上来讲 一般形上学家可能会认为说 人本身是性善的或是人本身是性恶的 那么先有这种性 然后再去谈这个世间的现象 那性善说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举例 就是我们中国哲学他认为人的本质是善的 那为什么会有恶人呢 那是后天的影响 所以后天有不好的影响 所以我们要注重这个环境的教育 那还有社会的这种道德的提倡 这个是性善说 那么性恶说呢 性恶说当然他也重教育 但是因为人的本性是取向于利益自己损害他人 可以这样讲 那所以呢我们后天就需要 你说教育也可以 但是更多的是一种规训 就是我们需要导正 是一种矫正的手段 那那种教育 广义来讲可以讲那个教育 但是我如果没有跟信善说的那种教育区别开来 那我们可以给他另外一个名称 因为他的意图不一样 我们可以说他是一种矫制 一种矫正 或者是一种规训 这样会更好的区别两者教育的概念 那这个都是根植于本质说 就是信 有信 事物都是有他的自信 但表现出来的面貌不一定 那这中观不是这么看 中观会认为一切法没有自信 对不对 所以说有什么什么信 那都是跟他的相有关 那我们知道相跟情境很有关系 跟他的条件很有关系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人如果身处在这个知书达理的环境 那么这个人耳辱目染 那么他就常常会表现的比较温文如扬 那常常这么表达 常常常有这样的相 常常如此的实践 那么久而久之就变成这个人的性质 所以性是从相来的 那跟这个形上学家说的不一样 那形上学家呢 他们的思考就代表一种法我执 认为这个事物的产生 事物的产生都是根植于事物本身自己的自信 那一方面陷起的 那这个性根相还没有谈到这 就是这个 生起的问题 生起的问题 就我们说常常有这种相 那这种相当然是缘起的嘛 那所以第四节就因缘果报 就会谈到这个献起的问题 就你有这样的相那是怎么献起的呢 那根据条件嘛 那条件怎么 条件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跟缘的意思 有这样的因有这样的缘 那我们说你有这种 性善的相 那这个相 在形上学家都认为是从性出的嘛 从这个本质出来的 那这样的思考就很像这个 我们说这个正理圣论的这种巨义说 据一说就是把这个世间认为有六种巨义嘛 这个六个都是实在的 那第一个是实巨义嘛 就是实得业 那这个意思很明白就是实就是有实体的有九种东西啊 那他们他们只是一个体 德是他的特征是他的性质 业呢是他的利用 那这个有部也有相同的观点 那至于什么叫做因什么叫做缘 他有一个 我们这一节就从语义的脉络里面去分析 因跟缘 他的概念 他所包含的这个意义是什么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讲义这个 272页这个地方 因跟缘 我们佛教常说缘起 所以因跟缘当然是重要的 但是每个人的缘起法 可能这个意义都不太一样 是大有不同 那中观是最特别的 首先什么是缘 缘这边说是约法的利用说 就是有能力能够生起此法的 这个叫做缘 什么叫做因呢 因这边讲法的性质说 那至于我们通常会说是果是从因出来的 这个因不是有能生的意思吗 能生不就是利用吗 但是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个戒 类别 这个才是这个因 就是比因更早一点的这个意义 可能是戒 就是类别的意思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那因是什么呢 就是法的性质说 他设法是有直爱的 心法是无直爱的 那还有什么呢 有为法是生灭的 无为法是不生不灭的 这个都是约法的性质说 所以说类别跟类别之间 他各自保持自己的特性 所谓的特性就是跟别人的差别 这种差别性呢 是他自己拥有的 这个就叫做性质或是类别 那由这个我们先知道因缘是这样 那凡文里面讲的缘起 因都用单数 那缘呢用负数 这个单负数是从范语那边考察过来的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讲 缘因是单一的 因为它跟性质有关 那再来就是因呢是显体性 缘是名作用 因是主要 缘是一般的 这个大概就是 简单谈到因跟果的差别 再来因会跟什么东西相关呢 当然就是它的结果 我们当我们赋予某件事物是原因 那已经预示了结果的存在 那它一定是跟结果发生关联 它才能够叫做因 那这个因跟果是一组的概念 就是你提到因一定暗示了果的存在 否则它是什么东西的因呢 再来就是报 这个因果关系在这个经论就是中关我们看这个十二门论 中论都有谈到这个因缘品 因果关系 那么我们从十二门论看就更清楚 它说这个因缘有内外 那个外就是像种子生涯 这种自然界的因果关系 那内是什么呢 就是有关这个十二门论之 或者是说爱非爱缘起 就是一个人会投生到什么道 然后他的这个满业 就是这个人过去生造了什么 那这一辈子得了什么样的报应这样 这个我们很熟悉这种 通俗的三世英国的说法 那什么叫做报呢 就是指的县世的行为 虽然行为照做过后 好像没有这个行为的结果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人做了好事 但是倒霉很久 我这个人做的坏事呢 那一帆风顺 但我们会根据我们的道德 我们的意愿 或是我们 认为这个世间的规则不该如此 就是这个不太相顺 应该是善有善报才相顺 怎么会是善有恶报 或是善行没有夜报不决定 这个让我们都感到这种 因果是不可接受的 那所以呢 我们就会说 行为这个善恶夜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那这个时候可能是 这一辈子 也可能是下辈子 也可能是好几辈子以后 那至于行为过后 为什么隔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是什么东西在保持着这个 夜果不实 就是你的善恶行为 虽然已经过去了 但是这个还没得果之前 必须要有一个叫做夜的东西来保证 保证他将来会得到一个果报 这个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夜报说 那这边没有讲到太多的历史 就是这个文献的历史 其实夜报的学说呢 我们可以考察一下文献 他不是出就是佛教独特的说法 应该是说夜历学说是 古印度宗教哲学里面的一个 共同承认的东西 那早在这个费陀 应该说奥义书时期 那费陀 费陀讲的这个轮回 没有像奥义书讲 甚至在费陀的早期是认为 只有婆罗门才能轮回 其他的都叫一生主 那既然有来世的观念 就有这个无火恶道的轮回说 就是他认为人的灵魂是 火化以后随着烟升天 然后到月亮这么高 那这个人会根据自己的善恶业 或者是法非法 然后你由二道 就是会引向天道或是主道 主道就是你还会在轮回 那轮回的灵魂呢 就是跟着这个雨水 下降到人间 附着在这个植物啊 或是这个山川大地上 这样 那么会等待他的条件 然后被 看你被什么动物吃掉 然后就会形成腹筋母血 然后就投胎转世 他们的无火恶道就是 构成这样的轮回说 那他后面 这个轮回的机制 可能越来越 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丰富 像这种很有自然 把这个轮回描述成像 像一个自然 跟自然现象相结合 这也是一个非常 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那我们讲这个 废陀里面讲的这种夜报说 他是跟道德没什么关系 就是当我们讲善业跟恶业 或是法跟非法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这个人 有没有尽到他宗教的义务 比如说你 你做的祭祀 合不合规 规则 就是因为 废陀 他们相信这个祭祀升天 那祭祀不是像我们拿三支箱 拜拜就算了 他们祭祀都要 就要念诵一定的 就是有一定的程序 这个仪式是很繁复很复杂的 那他们认为这个 现代的人会认为这个 废陀经典里面 所做的这些祭祀 像这个 这马祭 就是有好几种说法 就是要选 怎么样选一匹马 然后很复杂 这马祭可能只有国王才有办法 升任 就是把那只马好像点燃 然后让他跑 那他跑多远的距离 就要用多少那个填满 这个距离的财富还是怎样 那么去做布施这样 这个叫马祭 如果一个人做 做满多少次马祭 他就可以成为转门王 类似这样的说法 那他们的祭祀很多 不同的时节 不同的目的 比如说 这个收成需要一个祭 祭祀嘛 那么播种需要一个祭祀 类似这样 所以 为什么 这么看重祭祀 当然 不只是为了世俗的义务 比如说你 祭祀如法 那一生累积多少祭祀 如法将来就升天 升天对他们来说就是解脱嘛 那么 你的祭祀有缺 有 有 有缺 缺失 就是有失误 不如 不如这个 不如这个祭祀的要求 那 你就是有恶业嘛 就是会 投身到不好的地方去 这个 废陀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是因为 我们会这样看 就是 古人没有多少自然科学的这种 观念 所以他会认为 世间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 维持他的平衡 就是 有很多神奇的这种力量 那这种力量 体现 就是在废陀的经文里面 神会体现这种神圣的秩序 所以这个 泛语叫做天上来的语言嘛 那 这个我们可以 可以用这些祭典 来维持这个世间的平衡 那 这个不是靠神的力量 反而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好像这些神也受制于这些祭祀的力量 就是 我们这些祭祀啊 比如说有些祭祀 能够增强太阳 这个神明的力量 那 我们 用祭祀来增强这个神的力量 那么神就能够很好的维持这个 事实 风调雨顺这样子 就是这样的观点 所以 废陀之所以神圣就是他 扮演了一种平衡这种 自然规律的一种力量 所以当然你 如果进行的不如法就叫非法 那么会影响到你的投身 那么对于这个 废陀 来说 整个机制就是一个自然 自然的过程 就像我们现在说的科学 两个氢一个氧会化合成水一样 它是一种自然的规律 他们是这样看 那么到了奥义书的时代 渐渐就有这种解脱 刚刚讲这个天道跟主道 还不是有意义的解脱 当然奥义书就有解脱的观念 就是无名而轮回见真理的解脱 是从奥义书开始 那奥义书的轮回就有这个 这个善恶就有一些这个道德的意义 但是也不是主要还是在祭祀 就是你种姓的义务 那到了佛陀跟那个齐那教 他们比较重视的这个善恶 就是有这个道德属性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损害他人 就是道德是起 就是说法跟非法是起源于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社会关系之中 那么这个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改良 对悦口说的一种改良 所以我们这样来考察这个历史 就因为我们这边274页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说的因缘果报 那个业力的果报 叫做义守 那义守在有部解释 就是有三种意思 什么意思呢 义类而守 义类而守 辩义而守 辩义而守 义时而守 什么叫做义类而守呢 就是应有善恶果为无忌 比如说我是动机啊 这个有部跟金部的这个业的善恶来源 业的来源 一个是表色 一个是私心嘛 就是私心所 这不太一样 不过 行为 这个设法 行为就是设法 他们认为设法 不会有什么善恶 善恶都是自己的动机 但是业的属性不太一样 就是有说是无表色 有些就是私心所 那不管怎么说 业有善恶 就是造作的时候是有善恶可说的 但是果为无忌 就是熏成种子的时候 或是无表色 它是无忌为信 那这种 这种理论 就是 亦类而守 那辩义而守就是 我们看这个解释这边有 什么叫做辩义而守 我们看这个窥姬的解释 就在同一页的注释室这个地方 就有讲 辩义而守就是 辩义之时果方守 辩义通与种生果实皆辩义 那我们看这一段文 他可能讲的是 果是由因变的 那这个 我们要注意这个转变 转变就有一种因果是一的那个意味 果跟因呢 这个果跟因不是二 是一回事 那是由因转变来的 这个转变这个 这个用的很微妙 那他也是一种形上学的观点 你既然说 就是A变成B 因变成果 我们可以看作两个不同的事实 你可以说他是 便意而守 对不对 因为性质不一样 但是 我说E类 E类 E类 E类就是AB不一样 变异呢 就是他是一样的 他是转变过来 所以A跟B 是一回事 这个意思 那我们如果读过这个中论的观音原品 就知道 这是因果是一 这个是树论的看法 这个因中有果论 那么因果是义 是什么呢 就是因中无果论 是他生 一个字生 一个他生 所以这个 所以大概是因为这样 所以应顺法师在这边讲 他说 那个业果的 业果的 这个义守 义守是义时而守 义时而守才是这个义守的本意 其他的便义而守 义类而守 都有形上学的色彩 那么义时就是 不同的时间点 就是事物 那个我们后面会 会再讲到 就是那个 业力的问题 就是后面会讲 究竟怎么感果 那么我们 这一节后面会讲个辟语 就像 火在 这个灯 灯柱在燃烧 灯柱在燃烧 那么 初焰 第二焰 第三十焰 第四十焰 到底是哪一个焰烧的 我们会讲这个焰在烧的时候 灯柱不会 就是说你要先烧 它才会亮 但是这个烧已经成为过去 那么亮 是不是在第二十 那是第二十 第二十的烧在亮 就是把这个灯柱燃烧起来 这个焰 我们会 我们会说 这个批语是为了要说明过去 就是我们累积的这些功德 就是我们当然知道 成佛必须要累积福祉资粮 对不对 但是你出发心一直到你成佛 这一个资粮都是刹那刹那的变异 对不对 我们不要讲变异 刹那刹那的生灭 变异就感觉是好像一个东西在那边转变 我们应该讲 每一个时刻做过的这些功德都已经消逝了 对不对 那最后呢 你成佛跟你第一个出发心到底有什么关系 你出发心那个是三大阿僧集结以前 对不对 那你现在成佛了 那那个三大阿僧集结以前的出发心 早就已经没有了嘛 那为什么可以讲累积呢 因为他已经消逝了嘛 那事实上成佛是离不开第一出发心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那跟中观看待时间的观点有关 后面我会讲 就是为这个一时而熟 怎么解释后面会说 那这个一时而熟才是一熟的本意 这个记得 那因缘果报 都可以叫做 简单的说就是因果关系 就是因果 那接下来 应顺法师就介绍各个学派说的这个因果 那先说到这个维世忠 维世忠的因果论 是一种自信缘起的因果论 就我们在种子六亿会看得到 就是每一法 我们讲每一法 都是从阿赖也是的种子生起的 就是眼是有眼是的种子 眼根有眼根的种子 这个眼根有眼根的种子 这个要另外说 因为这个根 根 眼根不是一个 就在成那说 这个真谛 是成谛还是成那 这个要查一下 就是 成维世论 成维世论说 这个根 根啊 我们说这个根 近似何而生世 对 这个根 根是有能生意 所以根不是一种近色 根的意思就是种子 Anyway 这个提来的 这个提来的 我们说这个 十八戒 十八种戒 就是十八个类别 就是 炎 那个 炎耳鼻的生意 这些等十八戒 他们都是从这个自己 自己 自己的本质升级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观点 这个跟有部的学说是 映顺法师这边 有谈到他们的关联 自信的缘起跟十八戒 发生关系 我们看这个课本 自信缘起是为世议 他说掩饰的生起 是由掩饰的种子 掩饰的种子 对掩饰明音 掩饰的种子生掩饰的现形 所以掩饰的种子叫做音 其余明空等为原 就是我们要看见事物呢 一定是从掩饰的种子 生起掩饰的现形 那么这个掩饰要 掩饰的种子要生起现形 必须有明 明就是光线 还有这个空就是 要有空间 为原 这种自信缘起的因果论 主要的根据在一个戒 这个字 就是掩饰要能够生起现形 是从哪里陷起的呢 是从掩饰自己的种子 那要讲这种陷起 就必须要注意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戒 就是因为在那个 色大圣论 他引用那个阿比达摩大圣经 还是对 对 他说五始时来戒 一切法等一 由此有诸取其涅槃正的 五始时来戒 这个戒是什么意思呢 戒在阿含经有说 它是种类 类别的意思 那五始时来的类别 感觉有点奇怪 他又有原因的意思 就是在那个真帝 他的色大圣论四里面 就讲这个戒有五意 有五种意思 那他在阿含经里面用到的就是 特性 就是戒有 这边我们看这个275页 这个地方有解释 这个Datu跟Dharma 他们的这个字根 梵语就是有语根 就是我们通常会 就是在印度的这个论师 就有这样的 常常他们的论典都会有这种风格 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个法相的时候 会讲这个字的 是怎么来的 那讲怎么来的是有点 也是不正确 就是 基本上就是 不是语根不是自然有的东西 语根是文法学家 从语言当中抽象出来的 他的来源是这样 但我们在做这个语意的探究的时候 都会说 这个字都是从那个语根来的 就是 他们是一组的字 他们都有同一个语根 这个语根是被抽象出来 就是 我们从语根 会看到这个 这个字的根本意义在哪里 像这个戒 就是Datu 跟Dharma 他们都是同一组字 他们的字根都是 Dhu 这个 这个字根 那这个字根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认识自相 不辨不失的意思 所以 戒在这边也会有这样的意思 那 法也是啊 所谓什么叫法呢 我们就回忆一下这个 陈维斯润说的 法持自信归生物解 所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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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根 就有 持而不失的意思 所以当我们说这个 古 五位七十五法 里面十八戒 也有 翻译做十八持 持就是 保持自己的特性 不失的意思 那又有决定如此的性质 就是 他自己是如此 保持不失 然后是决定的 这个性质当然是决定的 不会是犹豫不决的 亦有亦无这样犹豫不是 他是一种 确定的 自己确定是如此 那一切法的差别 都是从这个决定性上去做分别 这个是戒的意思 那 在阿含经里面 戒就是一类一类的法 就是一类一类的种类 那这种种类的意义 就 就在显示自己的类别 这个类别是共向 对不对 然后也是在显示自己的别性 因为是 自己与他法不同的东西 的特性在 在这里 所以是 同其所同 亦所 亦 亦其所亦的 这个就是戒的意义 那戒在这个 有部的多元实在论里面 又发展成是原因的意思 那是因为 有部他认为这个十八戒 就是一切事物 他自己属于哪个类别 那除了类别以外 因为他是三四 三四法体横存的说法 就是事物怎么产生的呢 我们说事物是从未来来到现在 然后走入过去 那有部他会认为这个法体 现在 未来 走入过去 这个是法体 那是什么让这个法体陷起呢 我们说这个生 那 这个生 祝灭 这个三个心不相应刑法呢 会推动这个法的陷起 跟消逝 这个消逝就走入过去 然后 生从哪里呢 从未来的法体 走到现在的法体 那这个法体都是在的 在 三四十有 就是这个三四十有 那这个很好解决的什么叫做因跟果 这边是因跟果 因 因就是生起 那生起你必须是说 从什么东西生起 从哪里生起 生起现行的是因嘛 那 那 这个因是什么呢 未来的法体 那 这个这么讲 就 就可以回答的上来 什么是因果关系 这个因果关系就是这么的奇妙 我们常常上课的同学 我们就会 问到 就是说 你如果 车祸 闷绝了 没有呼吸 没有心跳 那这个 送到急诊室 给你急救 半个小时以后 你活过来了 活过来说 我怎么会在这 对不对 那我就要问各位 你急救的时候 没有心跳 没有呼吸 那个时候 是在不在 那你一定会说在啊 那么在就有问题 就 这个是 不是以了别为信吗 为什么那个时候 是在没有了别呢 既然没有了别 你凭什么说是会在呢 那 那你又转说 那如果说 那是不在好了 那如果是不在那里 那后面醒过来 那个事是从哪来的 从这个阴朝地府被 被救回来的吗 还是说 这个 招魂 把你从车祸的地方 把你的魂魄招回来吗 你没有办法讲 这个阴啊 从哪里来 既然你被救活了嘛 那个事从哪里来的 如果我们说 第一个事就原来就在那 那叫因中有果论 如果说原来没有事 那就是因中无果论 两种说法都有困难 那么这个是有部的一个 非常 非常形上学的思维 那很少人去讲到说 为什么 他的三世实有 是为了要解释英国关系 倒没有这么说 就有部自已的解释是说 用认识论去成立的 他认为说 我们事所 事所原取的对象都必须是实在的 这个是根据 他就引这个阿含经说 事二元生 就是佛 这个阿含经有 有这个经文说 事的生起 是 是 是 二元生 这个二元就是 能 能元跟所元嘛 那既然是 是有的 他所元的对象也必须有 对不对 那 我如果我能够想起昨天 吃的 粽子 昨天吃的粽子 我既然能想得到 那就 在这个意义上 事二元生的意义上 昨天的那个粽子是存在的 那就是这个 昨天的粽子 他在 过去位 是 法体是在的 那只是他没有这种 现在位的作用 他只作为过去的法体存在 那 理由是因为 事二元生 那这个是 这个是他成立三日十有的理由 但是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他很好的去解释 就不是很好的解释 就是说他 他能够解释的来 就是说 现行 现行 有为法都是生住易灭 那 这个有为法从哪里生啊 从未来的法体陷阱 那这个也不能叫生嘛 他只是他在 他存在了 那么由这个心不相应刑法 把它显发出来 就是 准确的来讲 这个有部的意思 意思在这里 那所以我们看这个276页 有部的多元实在论 就认为事物分析到不可再分的为止 就是法的戒性 就是法的自性 换句话说就是戒 只有戒就是保持自己的特性不失嘛 所以分析到最后就是这18类的类别 这些类别都是保持自己的特性不失的 所以每个东西都有自己的自性 然后不失志向 那为什么会有迁流呢 就是三世法体都是在那保持不辨 那之所以迁流就是心不相应刑法 这个生诸灭 让他有这个迁流的现象 但是迁流事物从哪里生起呢 就是从他自己本来早就存在的法体 所以他说 但觉得法的自性早就存在 生起只是使他呈现到现在 你看这个是三世法有说嘛 那么再来就是三世法有说的这个反对者 就是那个现在时有说 现在时有说 现在时有说就是金布跟韦世佳 金布跟韦世佳 他怎么解决 因为他这个过位没有嘛 没有过没有未只有现在 哇糟糕了 那这个现现行从哪里来呢 现在时有 没有过去没有未来 那这个现在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就必须要发展一种潜潜在 这种潜在 这种潜在就叫种子 刚刚我们不是说吗 五死时来戒一切法等一 对不对 戒就是种子 线型是从潜在的种子陷起 那这些潜在的种子 是被种子氏所藏的 种子氏就是阿赖耶氏 就是这样 这个都是跟这个因果论 他们的因果论很有关系 阿赖耶氏他的功能就是受勋齿种 他既是现行法体的因也是现行 不是法体 现行 他是现行的因 现行是 他是现行是 现行的因 也是现行的结果 因为这个现行之后还会回熏 就是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互为因性互为果性 这个就是他们的因果论 所以讲完这个三四十有的有部 接下来这个讲到经部跟为事 他把这个法法的自信 就是从自信呈现出来 修改成各自有种子 这个种子就是一种潜能 储存在心事或是阿赖耶氏里面 那法的生起呢 就是从潜在的自种而现行 这个依金布施种子及名为戒 世青解释为种类或是种族 就是他是种类 其实就是能生的意思 所以就从这个有部跟这个 不管你是三四十有说 或是现在十有说 其实的因果论 都是一种因中有果论 比如说法体先在了 自己已经先在了 然后再生起自己 对不对 或是潜能 潜能就是很像我们讲的这种 无相之法 你不能说他存在 因为他只是一种潜能 那么有的就是世本身 所以他的因果说 是脱不了这种多元实在论的色彩 因为他承认这个潜能 是有这些类别不失的 我们可以说自相不失 事物都是从自己的自相陷起的 所以这个戒呢 本意是种类 然后同 同类与别类 由于想像自性不失 为始由本来存在 从此本来存在而生的现形 所以呢 隐身为因意 所以说戒为种族意 即成为眼从眼生耳从耳生的自性缘起 这个都在解释 来演示的这个种子 都是自性不失 作为一个 自性不失就是戒 就是种类的意思 然后从自己的戒 本来存在的自性 生起 现形 这个叫做自性缘起 那么依中观讲 当然中观讲的这种 不失自性 我们当然也承认 事物有是自己独特的自性 这个自己的性质 但是这个自己的性质 都是从缘起 从诸法的条件当中 条件的存在 离开了条件 就没有这样的性质 这种自性 讲的其实是一种 从条件中 代言而显现的这种东西 不能够说先有什么东西 先有什么潜在的东西 或是这个法体 其实法体跟这个潜能 或是种子 它的 都脱不开这种 因中有果论的色彩 好 这个是 这个是 维世嘉的因果说 所以 这种因果说 它就不会有像中观说的 这种 善 转变成恶 或是恶 转变成善 这种转变是因为 都是代言说的 它的 条件是怎么样 我们施设一个假名 就是假名所说的这个善恶 是 没有它的本质的 就很像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性跟相 累积的这些 常常这么实践的相貌 我们就会说 他有 他有 这个 这个人有什么什么性 我们常 我们常常行 这个 行善 就有善的性 但是这个善性 不是它本质 而是说 常常有这样的倾向 那你就有这种人格嘛 这个 是这样 性跟相 是由相来决定性 但是现在 韦世嘉 或者是这个金部 都是用自性 来决定事物 呈现出来什么 什么样的相貌 这是不一样 那对 中观来说 我们会说 这个性是不决定的 是根据条件而施舍的 所以当然一个性恶的人 就是他常常 展现出来都是爆裂的样态 那他也能转变是因为 这个性就不实在 只不过是说他常常这样 所以我们说他是恶人 恶人会不会转变成善人呢 如果是自性的缘起 那么恶 从恶的种子生 善从善的种子生 恶不会变成善 那有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消除了恶的种子 保留善的种子 那这个严格意义上 不是一种转变 只是说 累积 当然 累积的行为 累积的行为也可以 也可以来解释这个宏观的现象 但是他在 微观 就是在形上学的意义不一样 就是 严格来说 就像应孙法师在那边讲 唯世家的因果说是很精细的 他是脱落不了多元实在论的积析 就是自己存在 自性存在已经有的 就是自己存在现行 那不是转变 不是化恶为善 是消灭一些恶的 另外保存一些善的这样 所以他的这个 我们说转变 就我们 转繁成肾 或是转染成静 这个转变 就是把这个 就是现行 你要变成善的 对不对 就是要把这个去掉恶种 存善 那跟中观说什么呢 这个化恶为善 这种转变的意义 你们看是不一样的 但我实践上 我觉得实践上可能没有差别太多 但是在形上学的意义 却是非常 非常大的差异 就我们 我们回忆一下这个性跟性相 这个相 来决定性 这个相就是我们常常 常常 常常限起的 是根据 就等于就是他的条件 或是他的因缘 来 说 他有什么什么性 这个是假名 但是 唯世嘉 是从自性缘起 如是如是性才有如是如是相 是不同的因果 因果学说 这个是一个最大根源的差异 那这个是多元实在论 那还有一种 我们说多元实在论 就是分析分析到围观 分析到最后的本质 那么还有一种因果论 就是应孙法师 举的是华言中 这种因果论就是大 就是他把这个整个世界看作一个系统 就是 一法 这个是真上元的极端 就是说一法的生起 其他的一切一切都为此法作元 所以一切法 一法以一切法为元 那这个唯世嘉所名的戒呢 是重在最最极最根本又极小的 那华言嘉讲的戒 就是极为宽庞又广大的 我们可以这样讲 就是因果关系呢 可以从这个 从最最最最基本的单位来谈英国 那 那个华言精不是 华就是华言家 华言者 他 他认为的因果关系是要 从整个系统去看的 他会发现呢 每一法跟每一法都有关联 这种关联 我们可以举一个批语 就像那个櫻陀螺的网一样 那么一法可以引现所有的法 那所有的法又引现在一法之中 他是一个互融互色的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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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观 就是我们看这个华言祖师 他曾经做过一个 那个 本质跟现象的关系 他用这个镜子跟烛 蜡烛 就我们在一个教室 放了很多的镜子 把他角度调好 我们只点燃一根烛火 对不对 但是 就看到那个镜子里面有千千万万个烛火 这个就是 这个 一法 一为一切一切即一 这种 互相影响的这种因果关 那这个是 很抽象 就是他认为 当然我们也可以讲这个 比量不就是这样吗 就是 什么是蓝色呢 就是排除了不是蓝色的东西 那个就叫蓝色 那换句话说 我们能够了别 这个事物是蓝色 那必须要 其他的一切颜色为圆 才能够知道这个叫蓝 因为 差异性是从 比较来的 那么差异性不是自己的 而是 要带一切 要 要以一切为条件 才能够决定蓝色自己的特性 就是 非蓝 当然这个 我们要确定什么是蓝色 对不对 他跟什么东西是 互相对比的呢 不是蓝色 不是蓝色的集合 就是 不是蓝色 就是有千千万万 那这个不就是一切法 一切的颜色 那这个是一法 所以 他们是 一切法是用来成立一法的条件 那么 我们如果说一切法 都以一切法为条件 对不对 那当然 这一法也是 一切法的条件 所以他们是 互相 互相有一种 我们说这个 辩证逻辑的这种因果关系 所以他们的因果关系 是这样来的 一法是一切法的因缘 那一法是一切法的因缘 那一法是一切法的因缘 从这边那个 那个 比量的这个概念 我们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华言会这样讲 所以 华言的因果关系 又是太宽放了 就 这一法 千一法动全身 而且是跟 一切 世间的一切 都有关系 那音顺法师 就在这边 就是批判 说 华言中高谈圆容 以一法可为一切法的圆 此一法即原具一切法 一切法都无不片在一切法中 这 这其实就是以这个辩证逻辑为基础的 就是我们的共向是这么得来的 这根据这个 陈那的那个apoha的理论 这个外道 不能说外道 就是 古印度的宗教哲学 都有这种概念 就是这种共向是这样来的 就是这种共向是这样来的 那 所以从这种辩证逻辑 那你就去谈因果关系 就会变一一极切一切极一 那这种 借的 这种因果的观念就太宽泛了 那不着边际 就是如果一法是要一切法为圆的话 就是我们要改善 怎么改善呢 全全全全全世界都要同 我们要改善一个东西 就是要 着手 着手去 改变这个 世间的一切 这个就太宽泛了 那 因缘说的主要意义 是在指出最主要 切尽的因缘 以便于把握事项的原因 而予以改善 像 我们说 我们为了要看清楚白板 那我们不是 去计较这个教室以外的东西 虽然你根据这个华言中讲 这个你看不清楚这个因缘 可能跟全世界都有关 那就太宽泛了 有些看不出来有什么因果关系 但是根据这个 我刚刚讲那个辩证逻辑 但是我是很怀疑这个 我们认识事物是这样吗 就是我知道这是蓝色 我的意识并没有跟 所有的事物比对过一遍 所以这个共相是这样来的吗 我们只可以说共相的 一种形上解释 就是你为了要解释这种类别 但是它应该不是 意识实践的过程 我们只能说这是蓝色的意义 应该怎么定义 那因为它涉及无限嘛 尤其涉及这个不在经验领域当中的 一切法 一切法的范围是 一切法有限还是无限 这就是问题嘛 所以它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实践呢 它只能够说是一种形上学的定义 那从这种定义 当然我们说高潭圆融就是 它是从这种形上的定义来的 所以它就非常的抽象 也非常的宽泛 你不实 因为是有这种形上的色彩 所以它不是 它是抽象思维的结果 它不是 这种理论的发展不是为了要实践 所以这边就讲 因缘说的主要意义 在指出最主要最切近的因缘 为什么这么讲 是因为它有实践的意义 它不再行上去追求它的定义的完美 比如说蓝跟非蓝 它就是区分了 把蓝色从一切颜色区分开来 那这个颜色包括我们不知道的 我们还没发现的 都包括进去 如果过去现在未来的颜色 都包括进去 甚至宇宙外星人的颜色 大概也要包含进来 就是一切即一 一切法是一法的因缘 当然定义上这么说很完美 但是它不是用来实践 用来实践你要说什么呢 切近的因缘 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说的因编说 没有 当然是这样 所以呢 以便于把握事项的原因而予以改善 这样才有实践的意义 否则一切是无量无边 以一切一切为因缘 这使人从何下手而实践呢 所以这个是 就是我们 我们要实践是要根据 有实践意义的哲学 那么你根据这种纯形上学的 或许你会得到一个完美的 就是命题 就是这个命题是百分之百正确 但是不一定可以用来实践 像那个Apo 就是蓝是什么呢 蓝的意思就是排除了非蓝以后 那个东西叫蓝 那这个命题当然是对的 问题是它有实践性吗 所以 从中观来看 所以中观这个哲学就 会偏向于 这种实践 能够有实践性的这种说法 那根据这种中道 所以也会 对于华言宗的这种观点有所批判 他说故因缘论不可以讲到 那样的玄妙宽泛 除了某些主要的因缘外 其余的一切 虽间接有关 但在此法存在于此特定的时空中 这一切的一切 都不是与此法存在有必然的关系 有些简直有等于无 其实太宽泛了 那个很远的 看起来根本也看不出有什么关系 所以有等于无 那这个我们实践就不需要去考虑这些 只要考虑这些切近的就可以了 那应顺法师又批判说 有些学者赞美圆融 你看这个形上学是很圆融 就是面面居到 只是他是抽象的产物 不是用来实践 也不是从实践当中产生 那赞美圆融 于是主从不分 亲疏不别 弄到一切染静迷雾邪症都无法说明 故因缘论必须要从何者为生法的主因 何者为生法的疏源 以名因缘生法 所以这是两类的 一个是从小无内的缘起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各具有各具自性 从自己的自性所升起 那代表的学说就是有部 从十八戒 三四法体横纯呈现出来 自己的自性 或者是今不为世说的自性驻种的种子 这种子是一种潜能 但是他保证了他的自性不实吗 这种都是其小无内的缘起 那其大无外的 就是把这个世界 把一切法 视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所以他们之间都有内部的关联 就一法是一切法 他们互相 互相为原 互为因缘 一法跟一切法互为因缘 一切法跟一法互为因缘 这个是把整个世界都用一种因果的 相色的因果关系给统一起来 就是这个世界是一个大整体 所以他说的这种是其大无外的缘起 那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两种缘起的实践意义 就是中论的特别关心的 就是要从 因果这种理论去改善 改善我改善什么呢 改善我们的处境 改善我们的处境 我们有烦恼要转成没有烦恼 我们是染污的要转成清净的 我们是恶的要转成是善的 这个就是在这种实践意义下 我们要讲一种符合中道的因果学说 那后面就讲这个因缘的类别 就我们不细谈 这边讲这个 真一含经里面 嘉瞻妍妮子说的六因 还有萨伯多布说的六因 摄利佛彼坛说十种因 瑜伽式地论说十种因 诚实论说三种因 仁且经说六种因 还有讲这个缘的 有摄利佛阿比坛说的十元 南传南传的这个论 说二十四元 那这些因缘 当然都有他们的 很细腻的解释 那音顺法师能不能统整起来 就是两类 一类是 应该说三类 第一类就是举这个 母牛生小牛 就是因跟果是 原因产生出结果 这个结果就独立于原因 就是像大牛生小牛 这个小牛出生以后 离开的母体 就跟 就跟这个母牛 就不再有关系 就是独立的个体 这是一种 第二种就是布跟施 布跟施是一种 互相支持的因果关系 离开的沙 没有布 那跟那个前面讲的母子关系的那种因果不太一样 再来是一种化合 这个就有现代性 像两个氢 两个氢一个氧合成水 但是这个H2O它就显现不出来氧跟氢的特性 氧跟氢的特性不 不见了 就变H2O是一种化合 就是变一种水 就是因不见了 变成果 化合成果 好 这个形态很复杂 这是三种形态 那又有 又可以分作两种 两种形态 因果的类别 因果的方式 因果的 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 这个要怎么讲 前面三个是因果关系的形态 后面讲也是因果关系的形态 就是不同的分类 一种就是 前后的因果关系 一种是同时的因果关系 像 因先果后 这个叫前后的关系 那这边讲的 这边讲的 特别是讲到我们讲的夜报 就是我上课我们 上课 刚开始我们讲的这个从初心 就是你 你已经 假设你已经成佛了 你的成佛是从三大阿僧奇节以前的那个初发心开始 慢慢走上累积之良的道路 一直到现在成佛 那这种累积怎么可能呢 像 譬如说 现在造成成佛的因 而佛果要等恒久以后才会实现 那么 等果实现的时候 因早已成过去 所以这个前后遥格 怎么能构成因果关系呢 那么成佛是这样 善恶业也是这样 行为已经过去了 但是结果却要等到恒久以后 为什么可以这样 那大字都论卷五十四说 菩萨出发意回向 与佛心做因缘 而出发意回向时未有佛心 佛心中无出回向心 虽无而能做因缘 就我们知道 你要成佛很重发心 对不对 那这个发心 出发心是 到你成佛 这个心是不一样的 那为什么 出发意的心 可以作为成佛的那个心 作为他的因缘呢 如果 或者是以为 因果二者非同时 现在 非同时现在 不能成为因果 回向心与佛心 前后既遥远的相隔 如何能成为因果 就是他们已经间隔这么久了 三大生其解 那么两个心又是不同种类的 他为什么能构成因果关系呢 那么 这是前后因果关系的 疑难 那怎么回应呢 有从两个方面回答 一个方面是从圣意 一个方面从世俗 从圣意来说呢 当然又是那个 诸法无自信 就是现在心 未来心 皆不可得 现在过去未来心都不可得 心呢 虽然有现在未来的缘起 而自信本空 在毕竟空中心心无碍无有差别 我们说有爱是什么呢 有爱就是他有自己的自信 每个类别 他不可 类别跟类别之间都有 有严格的界限嘛 他们是不能够互相跨越的 现在未 他有现在未的定义 现在就是有作用 那么是未来法的果 是 那个 过去法的因嘛 他的氛围是自我定义的 那么是无法逾越的 因为每一个分位的心都有严格的定义 那当然就有爱啊 那当然我们说他是空无自信的 就表示他本身是没有自信 那没有自信这一方面是对圣意说的 没有自信就没有障碍 那他是怎么来的呢 他是带缘 就是官带因缘 而失色的 所以他本身虽然有他相带的特征 但是他本性是空的 那因为他没有本质 所以跟别的 我们可以讲这样 因的幻象跟 就因是如幻嘛 是假名如幻 果也是假名如幻 所以这个初心跟成佛的心 都是如幻的 他没有本质所以无碍 不是这种类别的格爱 不是你是你 我是我 是他的关系 别意的他 他们是毕竟空都是如幻的 所以叫无碍 无有差别 没有真实的差别 以此呢 现象虽前后个别 而实无碍于英国的成立 这个一切空只是提供一种条件 不是说一切空他就必然有英国关系 因为一切空所以他没有这个类别的障 没有做类别作为格爱 没有类别作为格爱 因果关系就是 失色来的 当然就可以 我们就有这种自由是因为 没有绝对 因果是没有决定性 那么有决定性就变成一种爱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这个是第一 等于是说毕竟空提供了一种机会 使他们不具自信 不具自信代表他们不是互相得爱的 就是这样 那么再从世帝上来说 刚刚只是讲这个圣意上无自信 那在世俗上怎么去回应呢 这边举一个例子 初心不做后心 后心不在初心 就是初发意已经过去了 你成佛的时候没有那个初发意 那个是凡夫 但是 这个叫初心不治后心 后心不在初心 当我发愿我要成佛的时候 那个佛的心不是在我心中 但是这个说法如来藏家就刚好不是 如来藏说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就是你为什么你初发心呢 你会发现 他们还是这种观点 就是从这个信 才有本具的佛性 才有这个像 才有这个像 因为你有本具的佛性 所以你才会初发心 那换句话说这个佛性呢是一直在的 那还是从一种本质升起现象 那么现在讲 初发心跟这个佛心 是无外的 是他没有本质 他也没有本质 所以他之间没有这种格爱 就是类别的格爱 那世俗地上就举一个例子 就是现实上来讲就是 这是两回事 就不要讲性跟相 这个 初发心跟成佛以后的佛心 这个是果 这个是因嘛 就是在因位的时候不会有果 在果位的时候不会有因 是两个 两回事 那云和真意上跟得无上道 他们因果关系怎么决定的呢 佛就用辟喻来讲这件事 就是如灯柱 非读初焰焦 亦不离初焰 非读后焰焦 亦不离后焰 而灯柱焦 好 佛的回答是什么呢 就是跟灯出焰 灯柱之焦 就是灯 我们说灯有灯心嘛 这个灯心在燃烧 不是第一 第一 第一念发光时的时候焦 亦非第二第三念发光时焦 但结果灯柱确实是焦 这个灯心就烧起来了 但是不是第一念 也不是第二念 但是由此呢 灯柱之焦 不及是第一第二第三念时焦 亦不离第一第二第三念时焦 那这个是 举示例 就是说我们修行正果也是一样 依前后因缘辗转增长 自可见成佛果 一切前后间的关系 即是不此 不及此也不离此 念念心刹那灭 而念念 功用力是不是 虽然这个实践已经过去了 但是呢 念念的功用力 力是不是 这边讲了一个是 这个是 我们这个灯 灯柱在烧 它是一个相续的过程 你说这个烧 不会离 跟每一个实刻的这个烧 都是它的条件不是吗 但是我们如果 从那个 自信件的分析 就会把它划分成 每一个实刻的样态 那 每一个实刻的样态呢 它就没有 它就没有关联了 变成没有关联 比如说这个都是实刻的意思 那我们这样划分开来 就每一个实刻的样子 我们都可以 变成是这个 这个看法 它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你也找不到相续嘛 因为B存在的时候 A不在 C存在的时候 B不在 D存在的时候 C不在 事物是刹那刹那的在消失 但最后的结果 你最后得到一个结果 最后这个果 你说离不开每一个步骤 那这个时候 那个应孙法师说 这个是 不施嘛 是一种力量 我们如果 站在这个实刻的分析 你会发现它只有独立的 A B C D 那为什么这个果是综合性的 很难解释 对不对 我们现在用一个 不用那个灯烧的 这个 可能比较难思考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 箭死不动 我们记得在去来瓶的时候 谈过 飞死不动 这个 分析起来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一支箭呢 在不同的时间 有不同的位置 这个A B C D 我们就把它当做 不同的时间 时间跟位置 时间跟位置 就是 一支箭在 飞的时候 它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射到一个靶 射到一个靶上 那么我们说这个是结果 对不对 你这个箭呢 在一个时刻 它是一个位置 在一个时刻 是一个位置 在一个时刻 是一个位置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时刻跟位置 表达成A B C 因为都不一样 所以它是A B C D 对不对 最后 你说它有能力 能够穿透这个靶 就是能够射住 或是能够穿透这个盔甲 这个穿透的这个结果 离不开 这个箭的初速 对不对 也离不开 每一个时刻的速度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箭 不会是最后 这一个 最后 这个时刻 这个速度 造成的结果 对不对 它是一个累积 那这个是 是怎么累积的呢 如果我们用这个 这个 支诺 支诺 它分析的结果是 每一个时刻 都有每一个时刻的位置 那换句要说 这个箭在一个时刻里面 是静止的 是不动的 对不对 不动的结果 最后会产生这个刺穿的效果 这就讲不通嘛 所以说 我们从这种 实在论的分析 就没有办法解释 它的因果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待 事物的话 那我们也没办法解释 出发心 虽然已经过去了 但是为什么 它也是成佛 成佛这个结果的原因 因为 你中间有 无量无边的实践 那么 这些无量无边的实践 都已经过去了 你不是最后那个实践 才成佛的 你的成佛 是跟这些实践 全部的总和有关 那这种 这种是 是怎么保持不失的呢 我们要抛弃这种实在论的分析 因为 讲到这个箭 虽然 它在每一个时刻 都有每一个时刻的位置 这个是对的 但是它不意味着这个箭 是静止的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箭 比如说这是A 这是B 这是C 这是D 这是 这个箭 在这些位置上 虽然 它有 每一个时刻 有每一个 每一个时刻 确定的位置 但是它不意味着 不是意味着 不是意味着 它不动 因为呢 每一个时刻 它都有一种式 这个式是什么呢 就是这支箭 在这里的时候 它走了 用多少时间 走了多长的距离 这个就叫速度 就是 它在每一个时刻的速度 是不一样的 那么速度就意味着它不是静止的 但是要描述B 你必须要考虑 你必须 你的描述是这样 它在B这个时间 从它出发到这个时间 所走的这个距离 所以 它 我们这样看待 虽然它是B点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描述B点 是要 是怎么描述呢 是以 它在 它在这个 出发到B点的这个时间 走了多长的距离 作为描述B点的一个条件 换句话说 一支箭在B点出现的时刻跟位置 是跟它前面有关的 这种关系不是形上学的关系 因为B点 它本身就是一个描述性的点 B点不意味着静止的 是因为它是被描述出来 这个就叫做是 那你说这个假名有没有用 因为 B已经是一个特定的时刻 它 它经过的这个 经过的距离跟时间是一个过程 它不是一个 被分析出来的点 它是一个过程 B 描述B 必须用它过去的过程 作为描述的条件 那我说这种实践是有效的 是因为 你呢 你在每一个时刻 就是你的盔甲放在ABCD上 每一个时刻 那个穿透力不一样 那是因为跟它的速度有关 所以 这种实践是有效的 就是我们 当我们把ABCD每一个点 看作是实在的 就没有办法回答 就 就会变成说每一个时刻都是静止的 但是如果我们用假明失色的这种眼光去看 ABCD不是不意味着静止的点 那B点我们要 我们要考虑的是它 在这一点的时候 已经走了多长的距 花多少时间走了多长的距离 这才是描述B点的方式 换句话说 在B点的 在B点的这个距离 它本身就是假明所成的 是一个过程的一个点 那这个过程 都是描述它的条件 所以呢 它是由条件所假明失色的点 这样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讲的是不是有点头晕 换句话说 我们从这个 非死不动的现代描述 每一支箭在每一个时刻的速度跟动量都不一样 那意味着我们 就是用一种 我们看待箭的方式 就是 不会是 分析到像那种 西甲诚实啊 就是分析到 分析 分析分析 就认为它是一个 不可分析的指点 不是 反而是说 那个指点的样态 是由整个过程 是它经历的过程 为条件去假明施舍的 所以 当我们说出发心 对不对 一直到成佛 这些过程都是成佛 我们去施舍成佛 这个成佛的心的条件 成佛的心离不开众多的条件 那众多的条件 作为因 它就预示了一个果 对不对 所以它们是互相成立的 这种因果关系是假例的 这种假例的可能在于 它们都没有本质 如果它们是有类别作为本质 那就不能这样施舍 对不对 因为它是从自己的自性出发 成佛的心怎么会 跟出发心的凡夫心有关呢 就很像这个飞食不动 就是每一个时刻都是禁止的 那为什么飞剑可以杀人呢 就变没有办法解释 或说人不是被杀的 是被吓死的 这个说法是很奇怪 都跟我们的实践不同 好 这个就是解释 从世俗地上来解释 这个念念心 念念心差念面 而念念的功用力士不失 功用力士不失是因为 每一点的力跟士 都是由过去的积累而来 换句话说 每一个时刻的力士 它本身就是过去整个过程的 为条件所施舍的 我们应该这样看 这个就是世俗地 那此虽有类似 为是的熏息 就熏息就是把力量 回熏到种子 然后再升起现行 那么你每一次熏息 因为这个种子是刹那面 所以它容许转变 就是你回熏的时候 都会增加它的力量 这样子 然而不许为事所说的 种子各自存立 而是辗转增长 前后相待的业用不是 那我们说的这个增长是辗转相待的 是假名所成的 就像我们描述一支箭在 某一个时刻的动量 这是它在整个过程 到它的点的 整个飞行过程的时间跟距离 决定的 那换句话说 那一个点的描述 就没有办法离开前面的过程 这种描述性的是唯明的 不是像那个唯世嘉 现行熏成种子 那种子保留了它的势力 然后再升起现行 那这样多次会增加这个种子 每一次都会增加它的力量这样 这个是不一样 那佛法讲的因果是前后试用 前后 前后试用 辗转 增盛 不可以 不可以现在的一点小善小二和呼之 就是因为它基建已久 適用会强大起来自得其果 这个就是从解释因缘果报的那个果报 果报为什么能够跟未来 现在的行为跟未来 长远的未来产生关系 就是因为 第一个它是没有自信的 所以每一个时刻的 都是跟你的过程辗转相关 这种相关是唯明的 好 那怎么 再来呢解释这个是解释这个前后的因果关系 再来解释和和的因果关系 和和的因果关系就是聚合嘛 就我们说房子或是车子 都是由各种零件 对不对 互相组合 有意义的组合而成的 那每一个 支份 就是床 那个车子 有车子的底盘 有车子的轮子 轮胎 这些条件 这些支份 都不会有车子的功能 也不会有车子的形状 车子 不会在一一支粉里面 就像那个房子也是 房子有房子的作用 对不对 房子的作用 不会在门窗 墙 这些条件里面找到 那你说房子是不是他们的集合呢 也不会是 你是要经过一定 一定的一定的有意义的组合 就你不能错置 你把这个建材堆成一堆 它也不是房子嘛 你必须要有各种材料的适当配合 就是要有意义的组合 有房子的形状有作用 这个才叫房子 那房子跟它的这些条件 就是房子跟门窗墙这些东西 是不急不离的 不急是 是因为它在一一支份找不到 但是也离不开 房子不等于一一支份 换句话说 你不能说一堆东西叠起来就是房子 房子的作用 感觉房子有独立于墙 独立于门窗的意义 感觉房子是更实在的 但是呢房子离不开一一支份 那这个房子在批育什么呢 房子就批育我跟五蕴的关系 就我跟五蕴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就涉受想行事 这就像是一个这个房子 这就比喻一个是房子 然后呢这个是这个窗啊 门啊 墙啊这些支粉 一样的批育 我们看这个我 是不同于涉受想行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多 这个是一对不对 所以说我不是涉受想行事 那我呢是 常住的 他是无常的 就是我们 从小到大 升高不停的改变 对不对 那么感受想法跟意志 这些精神特征 是不断的在变化 所以他是无常的 但是不管怎么变化都是那个我嘛 就我长这么高跟我长那么高 还是那个我嘛 昨天快乐 今天悲伤 快乐的那个我 跟悲伤的那个我 难道是不一样的吗 还是那个我 所以他是常的 那我们看 这个是被拥有的啦 这个有主宰性 那这个当然是我所 就是我所拥有的 这些特征都是我拥有的嘛 你说这些特征不就是 挂在一个同一个挂钩上 才有意义嘛 不然 上哪里去说社网行事呢 他必须要有一个 就是受受者 这个想想者 对不对 就是同一个 他们 思考感受 似乎都是 需要挂在一个主体上 那么 这种感觉思想 才会有意义 所以他们是不一样的 那不一样你感觉上是 他独立于 这个我是独立于社网行事 就分析起来 既然他们都不一样 那他 就是独立的咯 就是社网行事以外还有个我 问题是呢 我跟五韵的关系是不急嘛 这是 他是不急的理由 但是呢 感觉起来不急是 是不是 是不是我就能够独立于 独立于社网行事呢 不行 他们又不能够 不能够离开 为什么呢 分析起来 五韵是多 是无常 是我所 对不对 那么 那么 我是 常驻的 单一的 有主宰性 那么感觉他更根本 问题是呢 离开了 离开了这个设法 离开了这个人的生理现象 跟这些心理现象 你们 这个我又是什么呢 我说 我看到某某某 看到的意思不就是 我看到他的样子 我认出 就是他 他的个性 他讲话 他就是那个人 除了这些 生理 心理的特征 我们去怎么认识一个人 离开了 生理 心理的现象 另外那个我是 什么样子呢 我们发现那个 我没有样子 当我说到我 其实都是在说这个 所以他是不离的 那么这种 不离不及的关系 就是这个和和的因果性 里面要就是讲 不管是房子跟这个车子 或是我跟五韵 房子跟窗啊 跟门 跟他的资分的关系 就跟我跟五韵的关系 是一样 是不及不离啊 我不是五韵 但是也不离五韵 那这个就叫和和的甲 所以我们看285页 和和的甲 那有人误以为 我为色等五韵食法所合成 我是无 而色法是有 这个就是 我 法有我无的想法 那中观怎么说呢 中观说 五韵合合 食自信的我虽无 但如幻的甲我可以有 甲不是什么都没有 甲我的作用其滅 依五韵而成立 五韵变化 我亦随之变化 甲我不及五韵 亦不离五韵 所以宋文说呢 非无此极决定义 在佛法的 缘其英国法里 我与法虽然 其中虽然都没有实在性可得 然非不可安利英国相 因果是决定如此的 因果是决定如此的 这个因果 我 这个我当然 那是从涉行形式来的啦 但是涉行形式呢 不是五韵的堆叠 就是这个我是假的 五韵呢也是 甲合的 那 这个我呢 就有这种可变性 那都是 都是由这个我的假名在 统合起来 可以这样讲 这个假名跟我的关系 我们这个人 个人的人生命是如此 我们 感觉很奇怪 既然这个涉行形式都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不把它看待成另外一个人呢 比如说 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是不一样 那我为什么我 不就是一个新生的人呢 因为昨天的东西已经不在了 那我们可以想就是 昨天制造的业 为什么今天在成熟 就是昨天我 我摔倒 昨天我杀了人了 今天的我要负责 我们可以这样想啊 其实 比如说一个公司 一个公司 重组 就是这个公司如果重组 那你不能说 重组以前的这个债 你不需要负责 就是你会继承他 你会继承他的一些 一些法律的责任 对不对 那你可以讲重组以后 这些人都换啊 但是问题是这个公司的名称还在 所以你在这个法律上 你会继承一个 一个 继承别人的这个责任 就是别人 别人上一批人经营的公司的责任 这个这个解释好吗 就是在社会上也是这样 那当然我们很难去想像说 这个社长形式 前面造的这个不同的行为 就前面造的一个行为 那么后面的这一群社长形式要来 要来承担 你从假名的这种方面 从社会的这种公司的重组 可以理解就是我们也会很自然的 就是说公司换了一批人 但是前一批人 这个拉得死 这个后一批人要来清理 这个没有人会觉得奇怪 但是呢 我们根据我们的我执 就我们会很难 就是 第一个就是我会 世俗的方面 我会把过去的我跟现在的我 视为是同一个 同一个 那经过分析以后 我会把它看作是不同的一个 但是两种都不切 没有办法解释我们的经验 就会产生一种边界 我跟过昨天的我是同一个人 尽管他们的社长形式都不一样 那这个叫常见 那我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是不一样的人 这个叫断见 断见很难讲自作自受 那常见呢 常见 常见就不能不容易解释变化 他们都有没有办法解释的地方 就是没有办法能够 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运用这种我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 视为是一种假名 那就 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公司的重组一样 那个假名是能够继承一些责任的 那换句话说我们 我们的行为的累积也是透过这种假名 使它统合在一起 那这个假名 虽然只是假名 但是是真的有作用 我五蕴变化我跟着变化 但是重要的是那个我还是同一个假名 所以这个变化就可以被认为是同一个自我的变化 尽管他们都不一样 那么我跟这个五蕴的关系是这样 这个叫和和 那这种和和不是每一个 每一个有自信的单元累加的结果 不是这样 我下面我们看这个二 二八五这边下面 就是在讲 我们说的这个因缘和和 不是一种累积啊 不是像尤布讲的 像堆积木 把设设想形式堆起来就是我 不是因为假我不能视为五蕴的总和而已 因为五蕴 这个我不是一 在一一的运上都不能体现我的作用 我跟五蕴有很多不同之处 我是主宰 对不对 我是一种统和 虽然没有实体 因为离了五蕴就找不到它是什么 但是它有这种统整的功能 这种作用跟功能都不是一一运或是一一运的集合 能够说明的 那么应顺法则那边举一个很好的例子 它就像三角形 你把它猜看三角形如果是三个直线 但是你在一一直线上找不到三角形的特点 三角形就是它的内角合是180 你在一一线上能找到这种规律吗 虽然B是定理 A平方加C平方 A平方加B平方等于C平方 你一一线上能找到这种规律吗 找不到嘛 就是你不能把它想象成 把它简化成或是还原成 是三条直线 就像我不能被还原成是五蕴 五种堆累积 五种类别的集合 不能这样看 就像三角形不能化约成三条直线一样 三角形怎么能够化约成三条直线呢 我当然也不能化成五种 五蕴的集合这样而已 那佛法的因缘义是这样 果不及是因缘 义不离因缘 这是中观中的因果特意 因果的特意 不及不离 不及不离 那意思它就是一个如幻的存在 离不开嘛 但是它又不是 那它就像海事圣 就是如幻如梦 如前踏佛城 这样的存在 不要讲存在 它就是为名的 没有本质 没有实体的 那是从色障时 色受想 其实是为原 假名施舍 不离因缘 就是 所以集 因缘求不可得 离因缘求也不可得 果的自性是绝不可得的 不及是因缘 所以如幻式的果式 用相婉然 甚至可以 曰用相的特色 相对的假名为自性 就是 这个是假名嘛 为什么我会从多的看到一呢 为什么从无常的去看到常的呢 这是一种辩证的逻辑嘛 就是 你把它描述成多 这意味着有一个一嘛 我们只可以说 这是我们把它看作成一个系统 那么就 会官带出一个我 这样的影子出来 它 它是 影子 是跟少女有关 因为它不及时 也不离 所以它就是一个 我们讲 它就是我为名 因为它没有食材嘛 你说这个我是什么呢 我只能说 它就是个名而已 名 名所依 名所依的 那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找不到 不可得 集运不可得 离运也不可得 就是这样 所以呢 它就是一个如幻的婉然 那前后的因果是 一时因果 和和的因果 是同时的因果 那同时的因果 跟一时的因果 这个部派都有说到 那中观认为的因果关系 两方面都可以讲 两方面都可以讲 我们从前 因果的这个 因果的这个 特征来讲 应该是因先果后 所以他们 有这种前后性 有这种次第性 这种次序是不能混乱 先因后果 那这种就是前后的必然性 然后但是呢 同时他们又有和和的同时性 因为 这种同时性呢 是以语意上的关联来 来 来说明 比如说 当我们 命名 某事是因 其实就意味着 它有一个结果 所以 这个原因 已经包含了结果 必然的包含了 必然蕴含了结果 所以我们说 这样的因果关系 又是同时的 是因为 在意义上 它说是因 已经蕴含了果 所以 又可以讲因果是同时的 所以从如患的因果说 因果本不能这样 一时同时的割裂开来 就是你要 在什么语境之下 你要讲它是一时 还是同时 它不是割裂的 时间必然是前后两端伸展 而又不相离的 此处分别说 此同时因果 亦是因果 也不过从其相对的显著形态 而加以分别吧 相对显著的形态 而加以分别 那 因果关系都可以包含这两种 只是你 你 不同的形态 其实就是我们关心的这个 重点不同 就 换句话说 它是语境的问题 你在什么样的情况 怎么运用 怎么说明 它的形态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语境的差别 或是你运用的 运用语言的差别 我们可以这样解读 那 下面就是讲十二支缘起 十二支的缘起有前后性 它的次第不失 这个就讲前后的因果关系 但是也有同时的因果关系 像 四缘名色 名色原始 这个就是同时的 因为他们就是互相支持 那 那个友部他就说 这十二支缘起是 每一支都 其实讲的都是五蕴 只不过是 根据它特别殊胜的作用 然后才说这个叫行之 其实行就是五蕴当中的行 在这个发展阶段 行蕴是特别的 所以就 其实每一支都是五蕴 所以就把这个行讲出来 那维世嘉怎么说 维世嘉说的这个因果 就比较盛为身影 不是 维世 薩婆多 薩婆多部 薩婆多部呢 他分析到旧其的维系的原子 而说同时异时的因果 如五蕴合合为我 以此为假法 不是真实的因果 维世嘉也说假法非英国 下面在讲的是什么呢 是在讲这个 假实的问题 就是英国关系是 是什么 它有一个限制 就是假法是不会有英国 没有英国的力量 可以这样讲 只有十法他们之间才有 有这种因果的力量 因果的关系 那这个跟中观当然不一样 中观反而认为只有假法 才有因果关系 那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 凡是因缘所生法 也就是因果的关系 都是假法 假法是无自信的 无自信才能安利因果的幻象 换句话说什么呢 前面 薩婆多部 维世嘉 他们都认为因果律是自信决定的 他是自然律 自然律意味着每一个事物 他的自信不失 事物跟事物之间 有某种特殊 能生或是相依的关系 这个叫做因果关系 都是由自信决定 那自信是什么呢 自己如此 换句话说就是自然律 隆述在27品一再的告诉我们 特别是第一品 就是讲因果关系 我们试图从这种逻辑去分析 发现都不可能 那么结果结论就变成说 只要主张有始法 那么因果关系就会崩溃 那换句话说呢 因果关系是假法 因为没有自信做支持 所以当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讲到的因果关系呢 都是假法的关系 他是要你接受这个观点 这个不是证明 这中论27品不是证明 事物是假法构成的 他是走另外一条路 是劝说的路 你看看你以为的始法 其实不能构成因果关系 那不能怎么办呢 我们只有一条路 走向他们 承认他们是假法 假法怎么证明 也没有任何一条原则是真实的 换句话说 他是不试图去证明 这些都是假法 有的只是说明 那这种说明有对峙意义 他就是破除了始法 能够构成因果关系的这种 这种偏见 只要 只要这种偏见被动摇了呢 那我们就有机会接受这一切是假 那这种接受 不是口头上 而是深刻到我们的意识 我们真实认为这个世间都是假的 这是假明所称的 那后面就谈到这个三假 就是既然说假有因果关系 那假有分作三种 就是明假 受假跟法假 这个我们时间又到了 就是 好 没关系 就是我们还有一小部分 就是第四节这个 当然还有后面的四章 那么后面都很重要 就是 对这个中观的诠释 希望 就是我计划在八周的时间 能够把后面这四章 那么做一个结束 那至于这个上课的时间 我们 还会 就是跟基金会在做申请 到时候会在这个 我们的群组里面公布 好 那么今天就上到这里 好 好 我们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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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cyc 有些能 management 好